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29岁 然后大爷青年 我姓刘 所以我们名字就叫刘基智慧长生 妈给了个本钱 然后我们一起就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这个铺子是我打下来的 给彼此这个铺子是我妈以前的麻将官 所以他现在变成同铺 变成良戒了 平时呢 给我们妈两个混 坏到来嘛 当厨师啊 啥子都在做 反正就是小店主 干海椒和双椒吗 干海椒和双椒哈 要得 真的人多酥 哦哦 对的 还是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相当大大 相当八十 菜米也好 蒸饭也好 味道也好 双椒味道也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所以觉得这个味道可以的 是原创的嘛 有红油盖白嘛 红油盖白实际上中水饺味道 这个都知道 因为老成都都煮的那这个味道 所以说也就不是很特别 然后原汤超市是用我们摆口水鸡 它那个鸡汤呢 就是我们买的鸡质量还是比较好 然后我们想的是把这个鸡汤留下来 可以拿来出超市 实际上最早就只有这三种 然后来水到鸡鸡的口味 我们慢慢调出来像是火锅超市啊 干海鸡面超市 双椒超市 或者是我们家店里面 买的最好的超市嘛 我们肉馅是每天早上 这个是很关键的 必须每天早上去买美花肉 这个我们是必须要用的 我们用的所有肉馅 从我们刚开始做到现在 都是每天早上留点成美花肉 因为美花肉它那个肥瘦相间 还有一个最好的问题就是 它是瘦肉 它不在你 它是筋膜少 你吃起来的 它口感更抬牙一点 我们超市很吃下去的 更强于鸡汁 很多人说这个味道 就是我们喜欢多了 或者是 哎不是穿的 其实都是自己的技术上 觉得好吃 所以我们的标准就是 自己认为好吃 我们就卖给他人这样子 这家很有特色 它是双椒超市 有什么在其他店 都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好吃啊 这个太好吃了 橙椒味的 太符合我的口味了 太好吃了 我们贴水菜其实也就是良菜 在我们婆婆最早的时候 以前唐昌那边卖的 就叫 这也是红牛鸡块 我们家的味道呢 主要是 中婆婆那边穿下来 但是最早他们的味道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花椒味 我们的口水鸡蛋 现在就改了两位 它的口感就属于是 这个芙辣的辣椒香 加上你喝一口的麻 最后有一点 地滋味的回甜 我在旁边的话 是读书读了三年 去吃了三年 我一般都是这种搭配 就是一个口水鸡 一个清糖超手 挺香的 因为我是针对这边的校区 因为他们中午确实是时间很少 这边是成都七周 这边是四川华西大叔 我就想成为这些学生的 口口香菜的好味道 就成为他们一种起义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 我活成了我一切想吃的味道 在别个月变成 绝对想吃我们家这种味道 这一步之后 你最想感谢人家自带的 可能啊 可能说我老婆吧 她一直很支持我 还有我妈也一直很支持我 想着她的说是啥 我吃了就觉得有点害羞 感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到我 然后呢 跟我经历这些 这些有些时候的失败 特别是挫折特别厉害的时候 还是一直能收到我身边 很感谢你嘛